二十名解放军伏敌一千五百人,张万年也是其中一个。 谭智林原创,发表于搜狐号,其他平台不得抓取、复制、转载和洗稿, 1949年12月,解放军41军胜利进军广西,追击国民党陶军。 6日,军长乌克华紧急下令第369团从兴叶回师荣县罗秀为一带, 为奸国民党第48军残部。 第369团团长江海接到命令时已是傍晚时分, 这时,全团长途追击了一整天,利敏未尽,又计又可。 他一查看,从兴叶到罗秀为还有180里,并且全市山路。 他立即下令团通讯队队长张万年传令客营马上开拔,向着了罗秀为急行军。 时间就是胜利,人人争先,张万年紧紧跟着团长江海,跑在全团的最前面。 在半途中,他们抓到了一个俘虏,得知约格连的敌人,逃到了一个叫石头围的山村,江海当即下令,向石头围前进。 张万年随即派出通信兵传达命令,天亮时,张万年随江海团长最先带人赶到了石头围, 可是,江海一清点人数,只有二十多个人,分别数全团十几个连队,大部队还在后面。 江海派出尖兵前往村头侦查,结果,尖兵回报,村内的敌人有一千多人,一个个睡得像死猪一样。 江海说,眼下敌人并不知道我们只有二十几个人,对石头围做出四面包围的架势,让他们投降。 如果敌人不投降,就想办法缠住他们,等主力赶上来再消灭他们。 张万年向江海请求通信队也参加战斗,好啊,江团长批准了。 张万年随即带着几个通信兵向前,占领了战斗位置。 江海指挥大家,在围的四周占领有力地形,架起机枪,开火,江海一声令下,警卫连连长立即朝村里,打了一缩子子弹,大家马上扯开嗓门。 向围子里的敌人喊话,国军兄弟们,你们被包围了,脚枪不杀。 谁知大家才喊几句,围子里一个宅院的大门打开,走出,各惊慌失措的国民党军军官,自称是吴州保安第三团团长,答应马上投降。 江海下令他,你们放下武器,离开围子,在指定的地方集合,敌人放下武器后, 排着长队,搭拉着脑袋出来了,张万年带人清点后,惊讶地说,哇,这是一个成建制的保安团啊。 多少俘虏?江海团长问,俘虏人数超过一千五百名,张万年回答。